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出乎意料的790的体验飞翔 为什么是790体验飞翔呢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辆车我买了 大家都会很有疑问啊 为什么星巴喷的钥匙都自己要买 讲一下这辆车的来源啊 这辆车就是我之前说的那辆 我朋友买的CKD版 然后他因为试驾了我朋友的765RS 现在相报了 然后他就要买765RS去了 所以他就要把790卖掉 那我后面其实还有很多视频没有拍啊 包括跟765RS的视频 包括跟765R的对比 那我们都在安排中 那他突然要卖了 卖了我岂不是没买拍了吗 所以我 到后面的感觉 到后面的感觉 张庝 这个是一样的 时代的很久 就速到达了 后面的感觉 你觉得那点 那你不怕 我觉得那个 她就有什么样的 感觉 这两个反正是我正好巴紧自己买了 所以后面的视频会跟的比较勤 大家可以仔细关心一下 如果你想买春风800的话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买它 感谢观看 你会在这儿的设计 你会在这儿的设计 价格的设计价格 价格吧 价格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就9万多 那新车才8万9 那第一个是我朋友这辆车非常新 才300公里 第二个是它有一些改装件 那我觉得朋友之间多少价格就不说了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我朋友给我面子了 这个价格还算比较低的 这价格就不说了 非常感谢这位老铁 我们节目的支持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点790的改装 哪一部分 念念跟大家来讲 它改了非常多的东西 手把劲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是它的这个CNC的手把 然后是它的直推棒 就是现在是MotoTree的直推棒 然后还有一个是旁边的MotoTree的侧板 然后是下面原厂的KTM的下护板 然后水箱罩它也是换过了 然后最关键啊 这些都是小件 那还有个比较大的件是它的后座 原来是一个带后挡机板的座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赛包 车手不需要女人 就是这样子的 改了一个短尾 短尾 应该能看到吧 原来那个是很长的 直接下面可以覆盖住挡机板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个短尾 到这边来 然后是一个MotoTree的身高脚踏 再加上MotoTree的后油泵 然后是一个MotoTree的排气管支架 因为现在你没有后座了 基本上改装是这样子 唯一没有换的是一个排气 那照原车主说吧 是排气要等的时间太长了 它还来不及换 现在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装 是一个护杠 我还是想说护杠要不要装啊 我个人觉得KTM的性格 是一种直接把所有东西都录出来 所以护杠加了可能会有点像 陈北火车这样5块钱去不去 那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但东西已经到了 到这看吧 改装机的分享基本上就是这一点 然后如果我后期还有改装计划 比如说换排气 那我会带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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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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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车在3000转以下的抖动 比我想的要严重 基本上有很明显的拖挡感 无论哪个档位 只要干部掉到3000转以下 那辆车在3000转以下的抖动 这辆车的感觉就非常明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比我想的 发热量要大 那现在我们能过的天气 大概差不多15度这样 那我在骑啊 今天骑的也不是很猛 那自己的车嘛 份上也就1000转差不多了 那经过几十分钟的骑行 你明显能感觉下面的热浪 在已经起来了 双腿之间还是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KTM的散热可能 我拉的更多的话可能会更严重 第三点其实不能算KTM790的问题 是我朋友的问题 怎么会他改来个手把镜 这个手把镜正常情况下来讲 它抖动不严重 它反光镜呢抖动能接受 但是这种手把镜都太小了 这些录的那个650的那个手把镜就 饱受吐槽 非常的小 非常的难用 非常的难看 这个790没那么抖 但是还是太小了 我非常讨厌手把镜 我可能到时候自己会把它改回来吧 改成原厂的那个大大的反光镜 反光镜还是一个具有实际价值的配件 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感受 今天我们把790跟765拉出来 其实就是为了喝一杯咖啡 这件衣服是我刚买的某人不要的衣服 不要在于这些细节 非常像卫衣的七星服 反正也不怎么样 帅还挺帅的 主要是我人帅 那我们来讲一下790吧 790应该是我拍过的 美女滚 这个这个级别 我觉得做工最差的车 765RS 是我拍过这个级别 做工最好的车 那两辆车在一起 我们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拉来了一位日本选手 到时候一起跑一跑 那这两个选手也比较有益 现在换了大闪电 觉得还是比较漂亮的 为什么你要特地给自己的车拍一个特写 因为帅啊 你看我们是红黑双赏 非常完美 其实我这个颜色不太对 这红色太亮了 要买橙色的 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我们给大家来个座高奖势 我是172的起脚 那这两天我可以 差不多腿脚挡到地了 还差一点点丢丢 大概还差105 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765RS的座高 你不会建议吧 哇哦 看来还是765矮一点的 我可以全脚脚着地 矮那么一丢丢 哇哦 你的身好多灰呀 帮你擦好了 怎么回忆 不像你的车淋了雨 哈哈哈哈哈哈 哦 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细节大得就离开了 我的790 前两段时间 就是我们家地方停车的地方 刚好只能停到前半部分 然后后半部分就在淋雨 有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小凹槽里面积了水 就被他搞笑 这边是一个雨季缸了 然后后面看看这个排气 这排气竟然生锈了 这他娘 竟然生锈了 才淋了一个晚上就生锈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边养鱼 然后这边生锈了 减没回戏 那算了啦 就是这样子 好 基本上动态的简短分享就这么点 我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槽点 但是 给大家先留个悬念吧 这辆车的驾驶体验子 除了D转的难受以外 高转 特别的美 而且它的快排 我觉得如果765RS的快排 我能给到8分8.5 这辆之后快排我也能给到7.5到8分 也是很棒的 二档满游 会有要翘头的感觉 我还没有拉出别门 我是星巴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请离线三连 拜拜